圣人 天面如宗徒行列转的圣人 真是有福 因为他心地善良 充满圣神和信德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心灵的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在我们教会的传统 在圣三节过后的星期四 是身体圣学节 不过在我们台湾 我们就把这个的大节日 以到下一个主日 那今天我们跟整个普世教会一起纪念庆祝 一位圣人 那这位圣人是列为总徒 是波尔纳伯 圣纳伯 他也是外邦人的总徒 跟保禄一起服传 我们祈求在天上的这位圣人 为我们祈祷 我祈求在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圣人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念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在庆祝圣纳伯宗徒 我们一起光荣三位一体的天主 天主在天受光荣 主爱的人在世上平安 主天主 天上的君王 全能的天主圣父 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 赞美你 承颂你 朝拜你 咸阳你 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 独圣子 主天主 天主的高养 圣父之子 除名是罪者 求你垂怜我们 除名是罪者 求你福听我们的祈祷 坐在圣父之佑者 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只有你是圣的 只有你是主 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 耶稣基督 你和圣神 同向天主圣父的光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你特别造成了 充满信心 与圣神的 圣纳伯 派遣他 做规划 外教人的使者 求你帮助我们 以言以行 使圣人所应用 宣讲的基督福音 传播给那 没有真信仰的人 以上 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 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 永生永往 阿们 公读 宗徒大事录 主的手 与门徒们同在 信而归主的人 就增多了 这是传到耶路撒冷教会 的耳中 他们就派纳伯 到安提约基去 他到了那里 看见天主所赐的恩惠 就很喜欢 劝勉众人要决心 依靠天主 因为他是个好人 充满圣神和信德 于是有许多人 归向了主 以后他到塔所 去找扫路 找到了 便带他回到 安提约基 他们一整年 在那里的教会中 共同工作 教导了许多人 门徒被称为基督徒 是从安提约基开始的 安提约基教会中 有一些先知和教师 其中有纳伯 和号称尼格尔的西满 基勒乃人 陆基约 和与分封王黑洛德 同母的玛纳痕 还有扫路 他们敬礼主 和进食的时候 圣神对他们说 你们给我选拔出 纳伯和扫路来 去做我要叫他们做的事 于是他们进食祈祷 给二人复守 就派他们去了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向万民宣布了救恩 上主向万民宣布了救恩 上主行了其事 你们要高唱新歌 他的右手和圣臂 为他赢得了胜利 上主向万民宣布了救恩 上主宣布了他的救恩 将他的正义 启示给万民 他记起了他的仁慈 和对以色列的信实 上主向万民宣布了救恩 大地四级的人 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 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欢呼 勇师赞颂 再歌再舞 上主向万民宣布了救恩 谈着竖琴 歌颂上主 谈着竖琴 伴着玄韵 吹起喇叭 响起号角 在上主 在上主君王面前欢呼 上主向万民宣布了救恩 天主 天主 我们赞颂你 承认你是主 上主 使徒们光荣的伴侣也赞颂你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业业的心灵同在 共读圣玛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耶稣对门徒们说 你们在路上要宣讲说 天国领尽了 要治好病人 使死人复活 使赖病人解禁 要取罪魔鬼 你们白白得来的 也要白白的给人 你们不要在钱袋里 带金因铜钱 出门不要带旅行袋 也不要带两件衣服 不要穿鞋 也不要带手掌 因为工人 离当得到食物 你们不论进了哪一座城 或哪一个村 打听谁是当得起的 就住在那里 直到离去 你们进了那一家 要向他们问安 若是这一家配的平安 你们所求的平安 就必降临到这一家 若是他们不配的平安 你们所求的平安 仍归于你们 上主圣言 祢主我们赞美你 大家早安 我们今天 庆祝一位中徒 圣拿伯 那这上拿伯 如果我们打开圣经 看耶稣所招选的中徒们 他的名字也不在里面 那这么奇怪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庆祝 他的节日呢 拿伯跟保禄一样 他们没有在福音里面的 中徒的名字 但是他们后来 因为他们的工作 他们也被接纳 被列为中徒 拿伯出生于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 后来他就到耶路撒冷 早期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 他就是其中的一个成员 他其中的成员 那他在应该是 《中徒大师录》第四章 他变卖了他的徒弟 他卖了他的徒弟 卖了以后 把他说卖的钱 卖的徒弟 得到的钱 带到中徒 给中徒 为了这个的教会 一起用 他自己非常非常的 所以当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听到说 在北部叙利亚的安提约基 有一个团体 基督徒的团体 这个团体呢就发展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他们有一点的好奇 派遣从耶路撒冷的一个人去 到北部的安提约基 安提约基去看看 所以他们就派遣了谁 就是刚好派遣是纳伯 其实之前 保禄他到达马斯哥 要把基督徒杀掉 在路上就发生了这些事件 保禄就规划了 保禄上耶路撒冷的时候 就是纳伯带着保禄 介绍给总徒们 在耶路撒冷的总徒们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可以看到 纳伯他在这个团体的角色 那他们听到了 耶路撒冷的团体 听到了在安提约基教会 发展得非常的好 他们就派遣了纳伯 去安提约基 到安提约基 他发现在那里的工作 也非常的沉重 一个人没办法复合 没办法自己去做事 他就跑到塔尔索 到塔尔索去找谁 去找保禄 其实有一些学者说 他们两个 纳伯跟保禄 应该是早期 他们在耶路撒冷一起同学 在耶路撒冷下加玛利尔 就是著名的一个 犹太人的老师 在那边学习 所以他们应该早就认识 所以他 纳伯一看到了 在安提约基的工作 应该需要一个伙伴 他就想到他的同学 就到了塔尔索去找保禄 保禄 遇到了纳伯 也没有多多说什么的 就跟着纳伯 就回到安提约基 他们在那边工作 工作了整整一年 一年之后 他们两个人就上耶路撒冷 他们的目标 上耶路撒冷的目标 是把在安提约基 所募款的钱 要送到耶路撒冷 去救济 耶路撒冷基督徒 比较穷困的基督徒 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跟 耶路撒冷总徒教会 一起过了一些日子 他们就回到安提约基 他们带着肉王马尔古 肉王马尔古是谁 肉王马尔古就是写 我们的马尔古福音 他们就带了肉王马尔古 到安提约基 在安提约基 教会一起祈祷 在祈祷中 就是今天我们说 听到圣神 天主的神 就要他们要选出 拿伯跟保禄 要派遣他们去传教 那他们去传教的时候 他们也带着 从耶路撒冷带到 安提约基的肉王马尔古 肉马尔古就是 拿伯的亲戚 带着他一起去传教 他们先到 塞浦路斯 在塞浦路斯 有一个总督 那这个总督 他后来 他就 接受了 拿伯和保禄 所传的 福音 那从这个 这个总督 接受了 他们的福音之后 拿伯不再 不再是 主要的在前面 每次要提到的 路加要写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拿伯是带头 拿伯和草路 拿伯和草路 但是到了塞浦路斯 总督 接受了 他们的福音之后 路加学的 有一些的改变 保禄 开始带头 他的名字 不再是超禄 他是用 罗马名字 保禄 保禄 和拿伯 保禄和拿伯 保禄和拿伯 这样 他们就在小亚西亚 在那边传教 传教结束后 他们就回到 回到安提约加 这两个人 回到安提约加 但是 罗马马尔古 途中就回到 耶路撒冷了 还没有完成 他们传教使命 还在工作中 可以说 在工作中 他就跑回 耶路撒冷了 不知道 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因为看到 去传教的痛苦 在 其他的地方 在那边 遇到了其他的团体 可能也受到 当地的教会 那个 犹太人的反对什么 所以罗马尔古 就 跑回 耶路撒冷 纳伯和保禄 到了 安提约加 回来 从传教 回来 到安提约加 就发现 有一些问题 教会 教会有一些问题 在耶路撒冷 跟在 安提约加 在其他的地方 有一些的冲突 那这个冲突是什么的 就是说 外邦人加入 基督徒团体 他们 被要求 先要成为 犹太人 要守个顺利 所以保禄 跟拿破 一看到这个问题 他们就上 耶路撒冷 他们上 耶路撒冷 这个就是在 中途大师路的 第15章 还有在 加拿大师路的 第2章 我们就会看到 他们就上 耶路撒冷 到了耶路撒冷 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有 双方 在耶路撒冷 讨论 在耶路撒冷 的教会 是由 伯德鲁 肉旺 跟雅各伯 那另外一方 就是 拿破 跟保禄 代表外邦人 所以他们 在耶路撒冷 讨论 讨论之后 他们就 得到了一个 一个 共识 外邦人 不需要 先守个顺利 他们就回去了 但是回去的时候 就很奇怪 他们到了 安提约基 伯德鲁 也上安提约基 他到安提约基的时候 跟外邦人 一起吃个饭 一起吃饭 一起同桌 但是后来 其他的兄弟 从耶路撒冷上 也不是上 下 他们应该是下 耶路撒冷应该是上 他们下到 安提约基的时候 伯德鲁 就觉得 这个是 塔利的不好的榜样 所以他不再 跟外邦人 同桌吃饭 被保禄骂了 在加拿大书的第二章 我们就会看到很清楚 伯德鲁 车子 保禄 车子 伯德鲁 后来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 他们就要 保禄 应该是保禄 主动的要求 纳伯 纳伯 要继续去传教 纳伯就说 要带 肉往马尔鲁 要带肉往马尔鲁 再去传教 第二次传教 但是保禄 就拒绝 我不要 去工作 就是要全心去工作 如果途中离开 我就不要 因为肉往马尔鲁的事情 纳伯跟保禄 就分开了 他们就走 他们不同的路 纳伯就往塞浦路斯 带着肉往马尔鲁 到塞浦路斯 在那边传教 保禄 继续到小亚西亚 他带了希腊 去小亚西亚传教 从此 纳伯在中途大事路 就没有被提起了 按照传统 说纳伯就是在塞浦路斯 他建立了塞浦路斯 他建立了塞浦路斯 到最后 因为传福音而致命 所以从这里 从这两个总图 外邦人的总图 我们可以看 第一个 天主如果他 天主选招我们的 天主使用我们 利用我们的时候 这是非常的奥秘 我们看这个 纳伯 纳伯本来是在 耶路撒冷的一个成员 一个成员可能是没有什么 他是跟一般的 在耶路撒冷这么多的 那个兄弟姐妹们 他们有 他们的 的财产也捐给教会 但是 当在 安提约基亚 有这样的事情 有了撒冷派遣 人去安提约基亚的 就悬上了他 他已接受了这样的使命 他的生命就有改变了 为天主的福音而效力 那我们看 保禄也是一样的 他本来归于天主 归于基督 去了耶路撒冷看看 耶路撒冷去那边 跟耶路撒冷的团体 见了个面 没想到 他回到他自己的故乡 可以平安的 过他的生活 但是被纳伯 我邀请了 他接受了以后 改变了他的一生 天主使用我们 非常的奇妙 另外一个是 在教会的工作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从他们两个 也出了一些的冲突 那这个冲突就是 人与人一起合作 一起工作的时候 免不了会发生这件事情 免不了会这样的 有冲突 但是我们 在虽然这样的冲突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天主的手 天主的手 在带领我们每一个人 虽然他们 虽然有冲突 纳伯 到了塞浦路 是在那边继续工作 继续为耶稣基督 传福音 保禄 到小亚下 传福音 我们可能是在 为天主工作 也有一点的冲突 小小的冲突 大大的冲突 但是冲突发生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的使命 还是为耶稣基督 做检测 还要继续为主工作 而不是因为有这些事情 在我们中间发生 放弃 我们的使命 现在我们大家一起祈礼 把我们今天的祈祷 与希望 奉献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 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提到我们的思想 爱来决心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 愿你以圣从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且以你的执意 为君神 求你帮助我们 全心全力 全意全力 向爱你 我们可以把个人 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 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奉献给你 我们要奉献给我们的传统 以诸圣人 圣灵的光荣 终身赐负 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承你 宣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宣于教会 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 依照你的指定 为众人服务 却能用神的天主 求你 佩赐我们 圣神的恩宠 求你 把分尸 其身的 安慰者 圣神 请助于我们 及一切 信友的心中 求赐我们 敬畏 及 孝爱之神 求赐我们 聪明 及刚义之神 求赐我们 朝贱 及明达之神 求赐我们 最高的 上智之神 以上 所求 是靠我们的 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 祈祷 主 求你 使一切 信仰 你的人 全体 成见 少处障碍 使基督的 信仰 在各处 蓬勃发展 求你 使一切 基督 走向 红衣 不华 并使 上位 能受 红衣 的 广大 人民 获得 你的 真理 及 生命 我们 把一切 上行人的 意愿 和希望 交托 在你手中 并 奉主 耶稣的 名 为他们 祈求 我们 的 天 父 愿 你的 名 受 显扬 愿 你的 果 来临 愿 你的 执意 奉行 在人间 如同 在 天上 求你 今天上 给我们 日用的 食粮 求你 宽恕 我们的 罪过 如同 我们 宽恕 别人 一样 不要 让我们 先 诱惑 但 救 我们 免 以 凶 恶 愿 天主与你们 同 在 愿 全能的 天主 圣父 神子 及 圣神 降福 你们 我们 今天的 圣道礼仪 里程 你们去传报 福音 感谢 感谢 天主 耗 祝福 平 寒 入江 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 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中